欢迎收看金灵天下 中国股市是持续的看坏吗 大摩在最近再度下调了 包括中国跟香港股市的目标 这也是三个月之内第二次的下调了 MSCI中国指数在2024年6月的基本目标 也被下调到了60 比之前的预测下降了14%的幅度 而大摩对中国经济的前景 现在还是抱持一个比较悲观的看法 另外全球的景气目前还是没有完全的复苏 来看到CNBC报道 从亚洲到欧洲美洲的航线 7月到现在已经有13个航班被取消或者是被延迟 在未来几个月都难以缓解 货卫商也说 如果这个时间点去新加坡 会在港口看到很多的船只都停泊在那里 他们都在等待一个更好的一个收益 今年3到5月的货柜航运的一个报价 已经比去年大砍了将近九成的一个幅度了 究竟景气什么时候 才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复苏呢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 为您邀请到政大国关中心 兼任教授汤绍晨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林有明 大家好 财经专家卢艳丽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陈威良 大家好 好 我们先请教有明哥 这是为了要拯救中国的一个经济吗 我们看到原本的金砖五国 现在增加六国 包括像是沙尔地 阿拉伯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等等 习近平这么积极 在这样一个做法之下 是为了要救经济吗 我觉得有几个含义 第一个当然就是斐鱼所说的救经济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这些国家 阿根廷 埃及 伊索比亚 然后沙尔地 阿拉伯 你会感觉到都是非美势力 所以换一个角度 就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这第一个含义 第二个含义的话是什么 就是同温层取暖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结合这些非美的一个势力 第三当然是因为内部有问题 所以赶快人跑去外面 然后去做一些 所谓的扩展外交的工作 随便进砖十一国 对 进砖十一国 看能不能突破所谓的经济困境 然后把一带一路 这样的一个路线给拓宽 但是现在目前看起来的话 就是说整体的一个内部 经济崩坏的一个状况 确实是有存在 现在只是在于说 这个崩解的一个速度 是外表的一个玻璃 皮肤掉屑 还是说从内部里面开始腐烂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最能够代表制造业的 其实是深圳 中国房市的一个雪崩 豪宅出现了跳楼价 我们就是以深圳的一个百花片区 这个地方的一个房价 因为当时在制造业 很发达的时候 即便在2020年下半年 最高成交价 都还有每平方米 大概20万人民币 所以相当于一坪的台币是 289万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应红 可是你看到了现在 才隔了三年的一个时间 现在已经掉到8.6到9万 所以每一坪的话 大概是1 2 4 1 2 4其实在台湾算贵 但是如果以深圳的角度来讲 那个是史无前例的低 换言之从289掉到140 130的话 其实是已经降幅 大概将近快四成 对 房地产如果降到四成的话 确实对很多 比如说你是有做贷款的 或者是你用做杠杆的 其实这个都会造成很大的 一些骨牌效应 接下来的话 中国百大房企之一的 这个方圆地产 我们现在就来看 它会不会变成 碧桂圆的2.0板 因为它这个地方 受到宏观经济的一个影响 它未能支付的 境外债券的本金 3.4亿的美金 大概是台币108亿 所以108亿 如果就中国整体的 不管是房企也好 或者是你去看到的一些 跟这个房企相关的一些 周边的一个产业都不高 但是你到目前为止 你还不出来这是40 所以利息的部分6936 这样的一个美金 所以换言之的话 现在有很多的债务在攒期 就是只能付利息 本金大概都没有办法谈还 现在回头我们再来去看 另外一个比较奇特的现象 就是在北京发生 北京最近突然就是以违建为由 把很多产业园区的中小企业 腾空换鸟 这个地方就全部搬到了雄安特区 因为这个涉及到 大半个北京区 然后很多的一个中小企业 就被迫要移到雄安特区去 雄安新区各位 你了解是什么意思吗 根据我们的一个查证 应该是在河北的保定 已经不是在所谓的 北京的十环以内了 也就是说 它其实是比较偏的地方 很多在当时是因为 北京人口太多 或者是说北京的交通太拥挤 所以它必须要开一个 比较外面一点的特区 好像是感觉 就变成之前上海的 普西跟普东 普西人口过多的到普东 或者是你去看到的深圳特区 可是问题是那个时候 经济是在上行的阶段 所以你去开另外一个特区的话 是好的 但是现在你在经济已经萧条 北京就已经住不满人了 或者是北京的一个楼盘的一个价钱 一直在跌的情况之下 你却把那些已经形成聚落的部分 去把它搬到另外一个 目前看起来可能是鬼城的一个地方 但是你把人口集中在那里 但是那边的其中大部分都还是属于制造业 比较制造业的一个部分 但我觉得确实是会造成一些政策不稳定的影响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是在北京的中小企业 你今天才刚刚可能跟人家签了半年到一年的一个约 要在这边做生意 但是政令一下来之后 你马上就要到这个所谓的雄安去 你觉得政策不稳定的情况之下 经济怎么可能会好 你的客群都没有办法培养 现在英国的房地产公司 这个地方就提到 上海A级的一个商办大楼 到6月为止的第二季 基本上退租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目前整体来讲的话 空置的情况大概是7445平方米 然后A级的一个商办空置率 也是3季来的一个升高 也是2015年来的一个最高点 所以现在我们整体来说 因为整个内部的环境 不是股票就是房地产 房地产的状况差 然后领导人又跑去国外搞外交 希望能够来救这个经济的一个困境 所以现在目前的一个 这个中国的一个国民 看到了一个现在的情形之下 对未来真的不抱任何的希望 因为你都已经不公布 7年的失业率了 然后现在又出现了 类似这种政策反复不定的一个状况 国民的信心基本上 已经来到了最低点 好 不过要再请教永明 哥 中国大陆目前看起来 包括房地产的问题 今天状况看起来并不理想 不过现在Pico也是紧了 他说中国整个通缩的效应 恐怕会波及到全球 第一个它是通缩 这个确实是 但是会不会影响到全球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利润的一个推导 那Pico这边有特别提到 因为中国的经济学家 这个廖文有说出 因为大部分的国家是在通膨 但是你中国是在通缩 那你通缩了之后 会不会时间递延之后的话 会影响到其他国家 换言之的话就是认为 包含西方的世界 会不会也未来面临到 所谓经济衰退的一个可能 这是他的一个利润基础 但是因为现在 我们很多的制造业 就是像刚刚我们提到的深圳 你都把制造业 从深圳移出去了 所以大家已经从2019年 中美贸易战之后 已经开始不断的在打预防针 所以制造业开始移到了东南亚 或移到了墨西哥 美墨特区的情况之下 就变成对中国的依存度 不是这么高 对中国的依存度不是这么高 中国的经济状况差 就比较不容易像 火烧连环船一样 蔓延到全世界 不像2019年以下 那个全部的 就很像同气联支一样 就是骨牌效应出现 所以现在Pinco 另外有一个指出 美国的消费跟经济 目前看起来还是有韧性 但是这个韧性也隐含着 就是深息很可能还没有到底 或者是说你暂时看不到降息 现在有很多包含 像联邦的银行的总裁哈克 或者是你看到波士顿联邦的 银行总裁的柯林斯 他这边都特别提到 为什么在Jayson Hall之前 很多的官员 要在这个地方放音 就是因为他一定要给市场上 有一个心理预期 你们不要觉得我这一次 不升了之后 后面就要开始准备降息 因为不管是就工资的角度 不管是就其他你看到的一些 CPI的一个角度 都没有理由在这个地方 看到升息要停止 即便是没有要升息 也代表马上会降息 所以几个费城也好 或者是波士顿也好 都有提到 你除非看到通膨要降温 目前通膨会不会降温 目前看起来好像不会 所以还是会继续的升息 打通膨是有可能的 对 因为我记得 我们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有跟各位来讲 因为基期的关系 就是说你接下来的 包含像9月 10月 11月 你公布出来的CPI 它对照的是 去年的9月到11月 但去年9月到11月 因为就已经开始在下滑了 它不像上半年那么高基期 对不对 所以它在下滑的一个过程中 你扣理到低基期的时候 你就开始会反弹 然后最近当然还会有一些 比如说股物协定的一个部分 或者是你去看到工资的僵固 这些都会导致CPI降的速度 没有那么快 我们来看一下 9月份跟11月份 Fail Watch这边 对升息最实际的一个预估 9月份其实也是认为 大概不会升 11月有大概50%的 也是认为不会升 但是这个数字开始在提高 就是升一码的 已经从原先的26%升到42% 所以也就是说市场上 做短期票贴的人 他的心中的想法是 9月不升 但是11月升一码的机会 已经开始慢慢的升高了 对 所以这次可能踩煞车 但是下一次会升 不然为什么美国股市 昨天会大跌 就是在反映这件事情 但是现在这样子 一个升息同时 它也解决了一个 经济上的一个困境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蓝色的部分 是1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 红色的部分 是两年期的公债殖利率 我们之前说过 在这一段的时间以前 都没有倒挂 也就是10年期都比两年期高 从这个地方开始 去年的7月份开始 就一路的开始倒挂 一直倒挂到最严重的时候 是今年的上半年度的时候 曾经它的基差 来到了101个基点 然后现在这个时间点上面 你去看4.23的一个10年期 跟5.02的两年期 中间差了79个基点 所以也就是说 因为最近升息的预期 两个都同步往上涨 这是好事 因为你倒挂的基点越高 或者是10年期越不涨 就代表对未来经济衰退的 可能性越高 甚至硬着陆的一个预期越高 所以现在就是 有好有坏在参半 不过整体来讲 没有那么快降息 在我的心中认为这是好事 因为一降下去之后 就代表你经济在衰退 那之前有跟各位来说过 按2007年的一个案例 一降息之后 股市不是涨 股市是跌的 对 好 不过要请教友明哥 如果说大家关注的台股 他如果在今天重挫289点 是收得来最低 而且是灌破了所有的 这个短期均线 接下来还有可能再探定吗 我觉得应该机会不大 但是至少 但是事实上 今天的线是有点丑 但是对很多人来讲的话 睡一觉起来 都是一翻两电眼 一个挥打大涨了 之后就大涨 一个马上隔了 一天之后就消风起 对 所以最近的摆弹会比较大 大家要稍微忍耐一下 不过就中期的一个趋势来讲 第四季的状况是好 各位可以去看有三道很大的支撑 一个是缺口的16323 一个是上升趋势线 一个是半年线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 以守待攻 先守住了到9月以后 9月以后的话 一个是我们总统大选的 登记日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iPhone 15的潜望式镜头要出来 应该可以救到台股 好 刚刚有明哥 但我们看到台股虽然在监视重挫的 但是目前来看 其实是还有一个支撑在的 不过最主要还是受到 在昨天美国股市重挫的一个影响 台股跟台积电都是 跌破了月线这样的一个情况 要请教伟良 台积电在美国设厂 现在进度是严重的落后 可能要量产的话 要等到后年了 2025年 那么现在呢 这个他们有工人控诉说 整个进度的延宕 并不是他们技能的问题 而是台积电 混乱的一个管理 台积电管理有出问题 其实海外设厂最怕就是 遇到风土人情的问题 这个风土指的就包含 像地方的法规不同 税制不同 基础设施不完善 不过这个部分 其实美国都已经释出诚意 做出最大的配合 至于说在人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台积电 一直就是被大家讨论说 是不是对于美国的这些 不管是说工人也好 或者说将来的一些工程师 可能真的是没有掌握到 他们的一些工作文化 这一次的进度落后 我想真的是一波三折 因为整个现在看起来 原本是希望能够在 2024顺利量产的计划 应该是已经确定告吹了 这么一延就延到2025年 这个其实钱扎下去 你什么时候才能够量产回收 这真的是一大麻烦事 为什么这一次 大家把矛头指向工人 因为觉得说 其实看到这么多的工人 每天在那边忙进忙出的 为什么工程落后 工程就跳出来说了 不是我的问题 冤枉我们了 我们怎么会没有经验 以前intel在美国盖厂 也是这批工人下去实施的 所以其实他们是有相关的经验 但问题是 他们没有帮台湾的半导体厂 盖过厂房 然后发现说 原来帮美国的企业盖厂 跟帮台湾的公司盖厂 是截然不同的事情 比方说 台积电根本没有提供给他们蓝图 还有详细的施工要求 以前在帮intel盖厂的时候 其实他很清楚 知道整个工程的进度 整个完整的规划蓝图是什么 然后细部细项该怎么去做 所以就按照要求一步一步来 按部就班 可是这一次好像有点 不知道是基于保密 或者是其他的考量 好像这一批工人 只告诉你做一小部分的事情 你只要管好 你大概这个礼拜的进度是什么 那接下来的东西 就不会让你提早知道 所以这些工人不知道该怎么做 他们就说我又没有读新术 那所以这个他们其实不知道怎么来跟 台湾的管理阶层配合 那另外我觉得更严重是什么 有工人跳出来指控 施工安全有问题 而且不符合国际标准 比方说他们说 很多工人到现场去看 真的没有去穿戴这个 所谓的护目镜 手套这些 按照规定一定要有的标准配备 甚至抬头一看上面竟然悬挂几百公斤 重的一些危险物品 真的很危险 当然我们没有图片为证据 这个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 我们必须强调 还是要以台积电的正式回应为主 对 这是当地工人 他们的一个说法 你是针对这个部分颇有为止 对 会不会是要求说 要休息时间更多 因此找到一些来谈判的条件 自己把重物吊上去 把手套拿着 这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指控 如果是成真 这是严重事情 因为他们说 这个你可能是按照台湾以前 施工了一些情况 或者是你们的惯例 可是放在美国 放在全世界 这不符合现在的建筑法规要求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我觉得台积电 真的必须要讲清楚 当然最近台积电的利空 还不止这样 对 这个老客户 听说就转而去找三星 到底怎么回事 超微 那AI的趋势之下 大家也知道 AI晶片要靠COAS先进封装 现在已经从需求面 大家关注是在供应链 能不能赶上需求的成长速度 结果没想到 原本觉得都是靠台积电的COAS 所以现在竟然传出 三星有打算 要把台积电的订单抢走了 另外超微也的确开始 跟三星去做测试了 这个意味就是说 狼有情 魅有义 可能接下来真的 就会有一些订单落入三星的手中了 其实COAS的产能 这个部分来看 台积电今年大概上半年的时候 他单月的产量是1万片 年底大概可以拉到1.2万片 明年预计的目标是 倍增到2.5万片 但这一切一切还是要看后续量产的进度 是不是顺利 可是因为现在不是只有 挥打一家在拼命的发展AI晶片 其实各大云端服务商也在 自己研发投入AI晶片 所以未来这整个市场的需求量 是爆炸的 过度满的状况之下 说实在台积电一家 也没办法吃下全部的订单 所以我觉得其实未来有一些订单 外溢到其他的协力厂商 甚至是像三星这种竞争厂商 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太担心 这有点像是 你到那个最知名的小龙包店去 那已经排满人了 可是肚子又很饿怎么办 那隔壁摊有一个卖小龙汤包的 价钱只有一半 有时候也凑合着用 不一定每餐都要吃到米其林的小龙汤包 就凑合着用 所以我觉得技术上台积电 绝对还是领先三星 那超微也是其实 抢不到最优秀的台积电的技术跟产 也只好凑合着用 反正应该三星应该不会看到我们这一集 就凑合着用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对台积电业绩 应该没有太大的影响 不过如果对台积电的 最近刚刚微良有提到 负面消息比较多 供应链会被影响吗 其实我觉得回归到 整个半导体的景气循环 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拨云见日 因为毕竟台积电就是半导体当中 最核心的领袖 其实半导体有一个隐形的潜规则 我们看如果按照半导体产业的资本支出 年增率的变化来看 成长两年衰退两年 成长两年衰退两年 所以今年是2023年 也就是衰退的第二年 预估今年是-15.3 可是明年就会跳增到正17.5% 所以明年是复苏的第一年 整体的半导体 其实今年大家获利都是下修 因为整体的需求就是地延 然后库存调整 也从上半年延到下半年了 不过未来的复苏 其实到底是走L型 还是会走U型 这个就是你这个底到底有多长多久 这个就取决在各家公司竞争力不同 先进制程的需求 其实还是非常的强 尤其包含就像AI或车用这些订单 我们可以看到台积电 截至上半年为止 它的7奈米加上5奈米 这些最重要的先进制程 它的贡献程度已经超过5成 另外在高效运算的部分 也达到44% 至于说还有一大块的业务 也影响到台积电业绩 是智慧型手机占了三成以上 所以最近当然也有一些声音觉得说 台积电会不会下修猜测 因为截至目前为止 智慧型手机还是比较疲弱 可是不要忘记 在今年也有i15即将问世了 预估i15的大量贡献会落在第四季 配合就是台积电9月之后 它的3奈米 整个对营收的贡献会开始 爆发然后2024年更强 所以我们认为 跟台积电先进制程 比较有关的公司 或许现在股价都还没有正式的表态 走出多头格局 但是你可以慢慢的留意 如果当台积电稳住 甚至也开始 获得外资的买盘加持的时候 这些相关的供应链 因为竞争力强 然后股本也会比较小 可能未来的业绩空间 跟股价空间都更值得期待 所以包含像上述这些个股来讲的话 我觉得像现在的宜特 刚好也是回撤在季县附近 中砂也是在中长期均线附近 如果等到它有慢慢的足底 甚至配合量能增温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逢地去做介入 刚会让我们看到 虽然在台积电的部分 最近是杂音比较多 不过如果纵观整个资本支出的话 其实半导体供应链的后市 其实并不会非常的看坏 不过我们说台积电的ADR 昨天在美股的时候 是下跌了1.79%的幅度 那么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美股的大跌 还有美债殖利率的飙升 其中两年期的美债殖利率 是已经冲破了5%了 要请教燕丽姐 在这个时间点的话 长天期的美债跟短天期的 到底怎么选择 好我想先给大家一个结论 因为我很多官朋友没有耐心 如果你想要持有的是半年 或者是一年以内 我想短债比较有机会 但如果你想要持有超过两年 三年甚至到三年以上的话 我想长债赚钱的几率还是比较高 而且获利会比较大 为什么我们先来分析几个现象跟原因 第一个就像刚刚有明哥 有特别提到的 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 其实这几天一度是冲高 来到4.35% 这个数字是创下了2007年以来的新高 两年期的公债也是冲破了5% 其实这有两个意义 第一个意义表示 就是所谓的殖利率倒挂 是不是有所谓经济衰退的问题 但目前为止 我个人认为美国的一些服务业的数据 还不错 所以经济衰退这些事情 现在不会发生 但明年此时此刻会不会发生 也许我们就等接下来的经济数据 做一个相关的观察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是 肥鱼也可以看到 两年期的殖利率是5% 然后十年期是4.35% 所以数学有小学三年级 程度人都知道要去买5%的商品 对不对 因为5%没有任何风险 你去买股票还会有其他的一个风险 所以最近就连巴菲特都去买短债了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这边 也造成了长天期的美债的ETF 短线上的价格受到压抑 这一个月大概是跌幅 是有3%的一个水准 当然习惯投资股市或者是买股票 会觉得3%好像还好 台股在崩盘的时候 不是都是动辙 是40% 50% 可是其实会去买债券的人 本来就是风险属性是比较保守的 比较稳健的 对 所以肥颖你知道 其实这两三天很多的 债券的投资人就在网路上 一直挨说 这个血流成河 短期一套该怎么办 好 那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确实来看一下绩效 我觉得也没那么惨 只是没有大涨 对不对 好 这个是我帮大家做的 是两家基金公司 同样都有发行短债跟常债的图表 那我们先看元大好了 元大短天期的美债ETF 确实今年以来还有4.6% 很不错 还不错 对 那7到10年的这个 就中常天期的大概是2.08% 2%多 那长天期的就没办法 0.83% 刚刚讲的一个月 其实是回档3%的一个情况 那同样的 我们看富邦发行的 短中长期的这样一个 美债ETF的绩效 那短天期大概是4.6% 也还不错 那7到10年是2.1% 那当然如果是 比较长天期的话 当然就是负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刚才说 其实很多人看到巴菲特 去买短债就觉得说 那我现在先去买短债 那可能过了半年 一年之后 我再去买常债 我觉得这个观念也不错 这个策略也不错 但重点是 你质认你是在神 你在这样做 我的意思是说 哪有人这么厉害 总来总体 对不对 其实坦白说我觉得 精准的甜蜜的时间点 也许就是在第三季 或第四季会出现 但毕竟我们都不是古神 我们也都不是在神 所以分批布局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策略跟方法 好 现在大家就在讨论说 美国十年期 共产质值利率 是不是有机会 一度冲高来到5%以上 那我想不无可能 因为毕竟我们看到 现在就是美国的一个经济数据 虽然今年看起来是不会降息 可是万一明年真的降息 或者是有任何的一些 经济数据的一些状况的话 最特别的是 对冲金星现在一度喊到 极有可能冲高来到5.5% 5.5% 对 换句话说 我认为其实常债在这边 短线上面可能还要 会建议大家 如果你手上有的人 要忍受震荡 甚至还有一波下跌的 一个机会跟空间 所以这个时候反而是给 想要买常债的人 一个常线存 常债ETF的一个好机会 怎么说 因为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我们想要存美债ETF的话 我们要弄懂一个指标 这个指标叫做存续期间 什么叫做存续期间 很多人觉得好像学术用语 其实也不是 简单来说 就很清楚的一个 短短的一句话就是 持有债券的平均回本时间 对 那意思就是说 我今天买了这个债券 我希望它多久的时间 可以回本 那时间越短大 就是短债 比如说以 我们这是举例 比如说以元大的短债来说的话 大概平均有效 程序的期间 是1.81年 换句话说 你持有这档债券ETF 回本的时间就是1.81年 那7到10年的 债券ETF回本的时间是7.33年 那常债的话就是16.77年 那观众朋友会说 那我学这个要干什么 对啊 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其实基金公司在发行 这些美债ETF的时候 他们内部都有经过试涮 意思就是说 常债ETF 它对利率的敏感度比较高 所以当整个降息行情来了 或者是申请进入末端的时候 它未来我们只有 常债ETF的获利的空间会比较大 所以基金公司内部的试算 公式是这样 大家注意听 每降息1% 你的获利以常债来说 你就乘以16.77年 我们简单用16年来算 每降息1%联准会 每降息1%你乘以16年 所以你就是赚16% 如果降息2% 你只有常债就是 2%乘以16年 就是32% 如果是降息3% 就是3%乘以16年 就是48% 很高 所以重点就来了 包括像有名哥之前 也跟大家分享过 这一波如果 按照高盛的一些评估的话 高盛认为明年6月会开始降息 而且极有可能 每一次降息都超过硬 这是高盛的评估 好 那我们不知道 所以未来如果真的会降息 会降2% 3% 我们不确定 但至少如果美国真的 从明年开始启动 所谓的降息行情的话 我想市场上坊间说 这个美债长天期持有美债 可以至少是获利3成 甚至到5成 甚至有人更夸张说 美国机有可能 再来一次QE 如果真的是无限QE的话 美债ETF长天期自转 5成到7成 甚至翻倍以上的概念 原因就是在这 但大家听到这 不要疯狂 就是真的会无限QE 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大家可以去思考 然后持续收看我们节目 就可以知道说 未来美国的经济状况 如何真的是 很糟糕 明年真的先入 经济衰退的话 QE这件事情 我们先降息 降息到降无可降 那当然就是QE了 另外我们要来教大家的就是 不管是你现在想要短期之内 这半年之内 或一年之内 你想拥有的是 短天期的美债ETF 或者是你想拥有的是 未来三年你要慢慢慢慢存 长天期的美债ETF 有人认为其实包括 这个经济规模很重要 或者是有人特别在乎的是 交易的手续费跟保管费等等 这个叫做总作业成本 所以我也帮大家整理了 以长天期美债来说 其实现在最便宜的 交易成本最低的就是这一档 00931B 加起来经理费分跟保管费率 大概是0.13% 那目前也是继配息的状况 而且我觉得这档ETF 让大家蛮喜欢的是 它有所谓收益凭准金的机制 这个机制的意思就是说 当大家一窝蜂进来去买这档ETF 那因为有这个机制 所以你的配息不会受到稀释 你还是一样的配息的一个状况 所以其实现在市场上 蛮流行收益凭准金 这样的一个机制 好 那在短天期的债券的ETF部分 其实最后这两档 包括00859B 还有这个国泰00865B 其实它总交易成本 大概是0.14%左右 跟其他的比较起来 加起来是0.2 甚至将近0.3%比较起来 其实我觉得交易成本 就是让大家赢在起跑点的一个概念 刚耶利姐到我们看到 虽然说目前买债券的话 大家会比较担心说 在偿债的部分感觉波动比较大 但是刚刚他也有提到 只有债券的平均回本时间 是大家要关注的 那么如果说 在美国联准会明年 真的在年中 大概6月的时候 真的开始降息的话 那么在偿债ETF的一个部分 是非常有表现的这个机会的 好 不过我们说到 在美国要来关注 接下来美元的这个霸主的地位 有可能会被撼动吗 在刚刚我们有提到 原本的金砖五国 现在再增加了六国 包括像伊索比亚 伊朗 阿拉伯联合 大公国等等 现在变成是金砖十一国 其实这十一个国家 已经占了全球46%的人口 还有更庞大的一个经济的占比 要请教汤老师 其实我们看到 在美元的一个部分 其实它在7月的时候 在全球支付的占比 还是冲上新高 就是美元目前的霸主地位 并没有被撼动 不过人民币 它也是连续6个月 攀升的一个情况 等于说它的占比也在提高 那么现在变成是金砖十一国 真的有可能去撼动美元的地位吗 现在立刻要撼动 可能这个不可能 机率是不大的 可是长期来看 那就我们要再进一步来观察 因为现在这个占比差太多了 因为美元大概将近一半 人民币只有个位数 这里面包括什么 这里面包括储备 还有包括流通 这两种情况 所以说这些国家 这次在南非开会 他们给外界的一个印象是什么 就说他们国家数增加了 另外就是他们都跟美国的关系不好 这里面最主要的就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自由 民主 人权 因为这些国家 他们都跟西方国家的价值 这个有一个距离 那以往在中国还没有崛起的时候 那世界没有选择 大家都听美国的 那可是现在这个情况有些改变了 因为中方 尤其是习近平 他在2015年他提出来了 叫做人类共同价值 那共同价值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这个自由 民主 人权 你不一定要遵从西方国家 所定出来的内涵 而这些内涵 你们自己可以决定 就自行决定 你认为这个是自由 这个就是自由 你认为这个是民主 这个就是民主 那当然这些国家高兴 那意思就是说 因为我做不到你西方的 这种标准 所定出来的这些内涵 那所以说 那这些国家 当然他希望说 咱们是不是可以合作 然后我们抱团取暖 对不对 那为什么一定要听美国的呢 那这里头就出现这个问题 尤其你在这个俄乌战争以后 那这个美国 他就使出他的这个霸权 他就把这个俄罗斯的 很多的美元资产 就把它扣留了 那这些国家一想好了 那我跟你关系也不好 哪一天 我如果说跟你有些 什么状况的话 那你是不是也把我的资产 也把我扣留了 那所以说这里头 这个跟美元的这个关联性 就非常非常的高了 那一个方面 当然是去美元化 可是另外一方面 这个金砖银行 他也是很厉害的 他有一个 他是有一千亿的资金 还有一千亿的应急资金 那这两个等于说两千亿 那什么两千亿 那两千亿的话 当然应急顾名思义 就是说万一你有什么状况 你有什么需求的话 我们可以给你协助 当然一般来讲 这些国家都是IMF的这个会员国 那可是你跟IMF借钱 那有很多附带条件 民主 人权 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 这些意识形态 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话 那这些国家 那他们当然要看看 因为你这个IMF这个太严格了 那可是金砖银行就比较宽松 那所以说他们一直想要来加入到这个金砖的这个机制里面来 而这个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就变成说这个是西方国家跟这个南方国家 他们的这种对峙的这个情况 就更进一步的向前发展了 这个也就是我经常所说的 这个就是原来从一个全球化变成两个半球化 一个是由西方 当然是美国所领导的这一群国家 那他们继续的向前发展 不过唐老师 这些国家的话 就是很多其实都是产油国 那现在的这个国际有加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所谓的这些相对的亚非拉国家 相对比较落后的这些国家 那他们呢 在中国的领导下 也开始继续发展 那从石油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那更我觉得有特殊的地方了 那因为现在明年就有十一个国家了 而这里头呢 他这个十大产油国啊 里头就占了六个 那所以说你说他这个中不重要 十一国里面有六个就是产油国 当然了 那好了 那可是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美国好像对石油的这个依赖啊 又降低了 那所以可是这其他国家 除了美国以外的 这些其他的国家 他们对这些石油能源 或者是传统能源的 这个依存度啊 还是非常非常高 那所以说你说这些国家 他们的这种重要性 是不是还依然的存在 刚刚老师 但我们看到呢 现在金砖十一国 虽然短时间很难去看到 美元的一个地位 但是因为这十一个国家当中呢 有六个刚刚他老师也提到 是产油国 所以未来呢 这个国际油价的一个部分呢 有没有可能呢 不再是用美元这个计价呢 其实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留意的是呢 在今天AI股票熄火了 不过在网通股的部分呢 表现是比较抗跌的 是不是跟上个礼拜 传出这个马斯克呢 他出现所有加密货币 以及他接下来的一个布局 是有关的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了解 好 今天AI股又熄火了 反而是网通股的一个表现 是比较抗跌的 这是不是跟上个礼拜 传出马斯克呢 然后他现在出现 所有的加密货币是有关的呢 我们要请教永明哥 现在传出说马斯克呢 他是为了要筹资再发射 所以低轨卫星概念股可以留意吗 对 最近他们确实蛮强的 我们先来讨论这个马斯克这个人 因为他的所有的动作的话 当然对全世界都是洞见观瞻 但是我们基本上 我们不要听他讲什么 我们要看他做什么 因为他有的时候都会喷一些屁话 那即便是他做铁龙格斗 我们都认为 他其实那是有意义的 趁流量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他陆陆续续的 都有在一些比特币上 做一些发言 那甚至有的时候他会做了一些 跟发言反向的动作 然后坑杀了很多 在币圈里面的人 但不管怎么样的话 最近其实他的这个 自己另外一家企业 就SpaceX 终于开始赚钱了 所以他就开始可以 大张旗鼓的去做一些事 那我们来看一下 2021年的时候 他的这个SpaceX的 这个营收是23亿美金 然后去年度的时候是46 到今年第一季他公告出来的时候 已经来到了15了 那如果说换 我们把这个乘以4的角度来讲的话 是60 所以是23 46 60 如果以这个比例来讲的话 是非常漂亮 那因为之前会有一些研发费用 所以导致说你看2021年的时候 是净损9.68亿美金 然后2022年的时候 已经开始亏损减少了5.59 到今年第一季的时候 这个季度跟可能跟我们台湾不太一样 是0.55亿的净赚 那我觉得这个跟他之前的 在一些研发支出 有很大的一些关系 然后股票当然因为集资 就会有一些费用 所以这些费用的提列 然后这些支出的一个 换算回来的一些营收 对营收的一个贡献 用户数的一个增加 都使得SpaceX的话 开始慢慢的接近 他所谓的商业运转的一个情况 所以大家可以来看 这一家公司从以前到现在的情况 你有没有觉得很像2015年 到2020年的特斯拉 因为特斯拉刚开始的时候 已经够倒了 对不对 然后都已经在停车场 停车库里面 都已经三三快不记了 但是因为一个电池问题的解决 然后开始能够量产 后来才有所谓的超级工厂的计划 所以现在的SpaceX的话 也慢慢开始进入到这样的状况 刚刚斐玉有提到另外一个重点 我如果今天要继续再搞这个东西 或者是我要再把推特里面 再能够去跟这个祖克伯来车拼的话 那我是不是需要钱 资金 那我的钱哪里来了 我特斯拉当然会有钱 但是特斯拉是一些 已经我不太能够去动它了 因为那家公司 已经变成大众化的一个公司 我如果动它的话 我可能会被鼓动骂死 所以我们来找一个没有上市的 或者是我自己私有财产的 这个就是SpaceX 自己投资了很多的比特币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 在今年6月的时候 曾经从这个24000涨到31000 为什么 是因为有贝莱德 因为贝莱德把这个6月份推动了 所谓比特币ETF的一个交易 所以后来让它大涨了一波 但是下来这一段的话 短短的几天之内 一天两天之内 因为它出清 所以从29000涨到了2500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 几乎是币圈里面血流成河的事情 8月17号的时候比特币崩盘 24个小时强制平仓 断头 那个金额高达了10亿美元 对 然后结果根据 我们另外一个地方来统计出来的一个数字 它说最大的一笔单笔 清算的一个金额在币安 这个价值大概是5592万美金 折额台币大概是17.85亿 所以怀疑这个钱 凶手就是你 就是你杀的 对 就是你把它插出来 就是马斯克丢出来的 马斯克丢出来的这个数字 大概是5592万美金 所以以后我们可以去看 这个SpaceX的研发计划 是不是刚刚好跟这个数字差不多 或者是SpaceX研发计划加 这个以前的推特 现在的X的研发计划 跟这个差不多 那就代表说它真的已经开始做 那今年的8月份 因为它4月份才掉了一颗下来 所以它应该是 已经是这个没钱了 钱已经差不多了 所以8月份如果要再推第二颗出来的话 确实是需要一些柴火来补给 好 现在已经有资金了 就是卖了这个比特币之后 有了资金之后 那么接下来如果真的还要在 这个针对低轨卫星这一块的话 那么台湾可以收回吗 我觉得会 因为股市都是一个题材 像AI前一阵在涨的时候 所有的股票都吸不到奶水 吸不到养分 所以不管你今天什么好的题材 都被AI给吸走了 就是像树姥姥一样 但是现在目前看起来 这个礼拜的一些 低轨卫星的一个股票的话 确实还不错 因为AI的话 是所谓的三温暖大震荡 但是低轨卫星是缓步的往上走 这里面国内比较有人气的 大概是五档 森达科 企机 身貌 台阳跟健汉 我一档一档跟各位做一个点评 以森达科来讲的话 是微波再加上毫米波的元件 然后它上半年的EPS是1.81 然后7月份的营收YOY是衰退 衰退21% 但是衰退的比重还好 它的一个利益就是在于 挪威主权基金持有它3% 这个是已经它持股最多的 当然数量最大的是台积电 但是比例最高的就是森达科 如果以企机来讲 上半年有获利 7月营收又正成长 投信又开始酸氧到7% 这个应该是重中之重 这是里面最重要的领导 那身貌的话其实本身也不错 但是就是因为今年董事长 已经申报转让了4000张 然后是3% 所以我觉得这一档先观察就好 台阳的部分 因为它一直都是体材 大于它的实质 它的一个股价的净值 其实是8.03 已经低于票面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就是参考就好了 建汉倒是一个比较好的公司 虽然它7月营收不好 可是公司因为去年做调整 5月份的时候换董事长 业绩爆发在明年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股价 如果要操作建汉的话 各位这边有一条下降压力线 在下降压力线还没过的时候 它大体是呈现了一个 下降趋势带在走 所谓锯齿状这样在走 但是一旦这个数字站稳了之后 很可能就会变成一个波段 这个波段就是在反映 明年度可能要变好 今年提早做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起基的状况 起基一直是一个很多头的股票 它跟建汉最大的不同 就是它的上升趋势带 这个是下降趋势带 上升趋势带也不代表 每一个点都可以买 各位可以去看 碰到了上元的时候 势必要去做一个折返跑 这边会有一条颈线 所以压下来的时候 再来做承接 反而是在昨天 礼拜四的时候 它因为顶到了压力所以下来 所以这档股票 如果要操作的话 应该等它回档的时候不跌 颈线附近只稳量缩 再来做考虑 另外除了网通之外 军工股在最近 是不是也开始蠢蠢欲动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微回来 好 刚除了有名哥所提到的 这个网通股之外 在最近军工股也是蠢蠢欲动 尤其睽違四年台北国际航太展 在9月14号要登场了 要请教微良 有什么样的一个表现 军工股其实上一波的大行情 大概就在4月 5月 然后5月初那时候 大家记不记得有一个新闻 浩浩荡荡 美国军火商 对 来了一个国防采购团 其实当他们抵达台湾之后 好像股价也就见到高点了 这么一整理 就三个月的时间就过去了 所以其实我们常常说一句话 股价总是领先反映未来 4月那个时候大家已经在讲 已经在预期 美国军火商要来了 要来了 要来了 但是多头那个时候 就已经迫不及待开始点火 所以你看雷虎的股价高点在4月18 千副精密在4月底 隆德造船也是在4月中 全训还多撑了两天到5月3号 所以这一次9月14到9月16号 即将举办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 航太军工展 所以这一次的话题我觉得一定会越来越热 而且你可以看到这个礼拜 其实在台北股市 普遍资金是一面倒的往AI 主群的状况之下 其实军工股有点低调默默的开始行军了 开始破晓初级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国内的军工跟航太 其实基本上算是绑在一起 因为有些他就是接民用的 有些接军用的 其实整个产业的联动程度 是非常密切 我们帮大家简单整理 其实这张表格是非常有价值 有资讯的 因为大家常搞不清楚 所谓的军工航太概念股 所以要把它记下来 对 他们到底是做什么的 其实台湾有很多 真的是在全世界很重要地位的 像比如说长龙航太 是属于长龙集团 他在全球做飞机维修 是排名前十大的 另外像助龙也是很关键 很重要的机身结构零组件 汉翔甚至可以打入到引擎 像千副精密 他是直接面对国际的一些 国防军火商 那风达科是亚洲 唯一获得认证的 这个航太的扣件厂 那JPPKY是金属的机构件 那再往下看到 像全训 成田 宝衣 金刚 龙德造船 亚航 那我想每家公司 当然有它的一个 基本面的利基点 不过我们在选股上面 除了了解基本面之外 大家可以按照 你可能操作上面 个人的属性 你喜欢那种强势突破的形态 还是你喜欢慢慢来低档 慢慢逢低承接布局的 所以我帮他整理 就是说距离前高的幅度 因为我们刚才讲到 大概4月底5月初 就是上一波高点的幅度 那你距离前高越近的代表 它其实上面所谓的套牢筹码 已经消化差不多了 随时都可能一根红K 点火就突破前高 那就海阔天空了 那这种股票就是强势领军的 胜率会比较高 可是你可能就要眼明手快 因为涨上去如果乖离大 波动就会比较剧烈 那如果你喜欢低阶的 那我觉得现在军工股 可能是先走跌升反弹 那所谓的负乖离越大 距离前高越远的 下面这几档 可能它弹上去的力道 就比较能够期待 所以大家不妨从这里面挑选 你觉得基本面前景不错 然后你又对技术面比较有把握的 那我个人是建议说 你可以观察一下 6829千负精密 因为其实它最近获得投信 连续的买盘 就在8月下旬才开始进场的 所以整个投信 连续买进的区间 大概就在这里 换句话说 这一波就是投信的买盘 进驻之后才让它 顺利的突破它的WD的颈线 所以我们如果按照 等据测量的话 应该是有机会往前高来靠拢 那JPKY光上半年获利就超过5块钱 前年有机会挑战10块钱 所以它的本益比 在军工里面非常的低 现在大概只反映在 差不多14倍左右的本益比 那也值得去做留意 因为上升的轨道 也开始形成了 不过我们说到军工 要特别来留意的是 乌尔战士 接下来有可能会再升级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乌尔战争接下来可能会打得更久吗 我们看到这是俄罗斯的佣兵组织 瓦格纳集团的首脑 惊传他死于空难 汤老师现在他的这个 为什么会这样子 其实说法是众说纷纭 但是会不会让整个乌尔战士 变得是更神奇 这个是很难说 当然了 现在的乌尔战争演变到今天 什么都可能 也可能再一下子就结束了 因为大家都累了 那也有可能还是继续撑着 这个现在还说不准 可是现在我们看这个事 就是第一个阴谋论 因为普京有不良记录 所以说他杀鸡紧活 而明年他普京要选举了 第二个你看那个飞机 它是自由落体式的掉落 那这里面两个可能 第一个是内报 第二个是外籍 那这个东西就很容易被查出来 因为你看他那个残骸 他那个洞是从内往外的 还是从外往内的 如果说从内往外的话 就是内报 从外往内的话就是外籍 那另外还有一种说法 是说这个所谓的pre-catching 他搞不好还活着 因为金蝉脱壳 意思就是说 所以也许根本没有死 可能会有状况 所以说他找个替身上去 这个也有可能的 所以说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 说不定他就说 变了一个人了以后 跑到别的地方去 他就还照样可以过日子 还活着 这也是一种说法 另外还一个状况是什么 是普京那边的反应非常冷 他说我感谢这个pre-catching 他做出一些贡献 虽然他曾经背叛 等等 可是这里头就让人家 觉得很奇怪 所以说我的结论 就是到我刚刚所说的 现在的俄乌战争 什么都有可能 意思就是说 他也可能再延长一段时间 他也有可能 因为双方都很累了 都不想打了 尤其是美国 如果说美国现在变天的话 美国的支持 可能就会大幅的减少 这样子的话 那就影响了